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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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任何事情 你执着了就会生出分别心 就会有是非对错 烦恼也就接踵而至 这不是我们学佛的初衷 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三 相辉既会处理 一 既随意丢弃 在处理相辉的过程中 我们不要把相辉随意丢弃在路边或垃圾桶里 应该先找一块布或者袋子 把它包裹好再送到适当的地方 二 既沾染攻向 如果我们是在给神像上供 那么一定要记住不能将相辉沾染在神像上 不然会导致神像被污染 届时无法避有家中风水 三 既对住窗口 相辉在进行处理之前 一定要避免对着窗口 否则窗户刮进来一股风 就会将相辉刮得到处都是 这对我们的风水是极为不利的 说完相辉大家肯定会想到 那上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有哪些禁忌呢 下面大佬就继续给大家讲 一 上香的禁忌 一 不带金不带银 在烧香礼佛的时候 第一要务就是去除自己的金银首饰 因为这些会导致相应的运势被金银所腐蚀 对于个人的欺负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即使本身没有什么大事 也会因此而扩大相应的事态 反而不利于自己烧香礼佛的最初意愿 因此千万不能穿金带银去礼佛 二 拜佛不看佛 在拜佛的时候 尤其是烧香的时候 一定要虔诚 自己的身体姿势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 在烧香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 眼睛要在香的下端 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诚意 也代表自己听从佛祖的指引 听从佛祖的教诲 如果一旦抬头看佛 那么会导致自己前功尽庆 三 衣冠整洁 烧香拜佛是非常虔诚的事情 也是对佛祖起码的尊重 所以在烧香拜佛的时候 一定要穿戴整洁 不能衣冠不整 这样不仅不会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 也是对佛祖极大的不尊重 如果知道第二天要烧香拜佛 那么在头天晚上就要静身 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整洁一点 不要穿多么华丽的衣服 只要保持干净整齐 不穿太过夸张的服饰即可 四 吃饭前上香 上香一定要在吃饭之前上香 如果等自己吃饱了 再给神佛上香的话 这是很不礼貌的事情 因为神佛也不愿意吃人家的剩饭 所以在上香之前先别吃饭 花一点时间先给神佛上香了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吃饭了 同时刚刚上的香也还在燃烧 这样不仅气氛很好 同时也是对神佛的一种尊重 五 上香前搞好神台卫生 一年之中 上香的日子其实也不多 所以很多家庭的神台 其实都已经积满了灰尘 在家里给神佛上香之前 需要知道的就是 最好把神台给收拾干净再上香 就算是人吃饭事情 也会先抹干净一下自己的桌子 神佛自然也是不愿意 在积满灰尘的地方吃饭的 所以先打草干净神台 才可以对神佛和自己更有好处 六 不要带臭鱼 上香实际上不是臭鱼 如果在香之前就杀死了 那自然是一件坏事 否则会散发出香味 或不要杀死 熏香结束后 今天实际上不适合杀死 否则也会造成厄运和对神佛的不惊 因此无论如何 在熏香和熏香之后 身体都不应携带鱼的杀人味 否则影响会非常严重 七 不能用嘴吹香 也不能用鼻子闻香 这是为佛陀烧香的最常见的祭品 相当不敬 如果火势过大 应使用风扇将其扑面 或分成小块 用手摇动 然后扑面 还有一种芬芳的火焰 无法用嘴吹掉 应该用手或风扇将其杀死 二 不一样总说的香有啥寓意 一 一根香一般的情况下 非常少有些人上 由于一根是万把归一的含义 因此修为不足的徒弟都害怕上 由于仙道有那样的规定 假如谁上一根香 表明他已得到成仙 做成仪 别的的仙家能够来这 开展PK 以认证他的修为是不是够深 做到正神的规定 因此非常少有徒弟上 能够说成基本上就没用 二 三根香是佛教的规范烧香方法 意味着归一三宝 经成休息 摆脱循环 绝境求生西方国家 道教也上三根香 意味着三亲或天地人三法 三 四根香 大多数是在家里休息的徒弟 或出马弟子平常所上 在家里休息的修行人上四柱 第四柱是子灵香 也有些是仙祖香不一样 出马弟子上四柱香 意味着愿与仙家一起归一 休息提升 四 七柱九柱也大多数是出马弟子平常所上 七柱意味着北斗其心 九柱香占乾坤法 因此大部分出马弟子都上九柱 休息人 道士职业 也是有上九柱的 三根为一柱 含义与三柱香一样 五 十二柱为半全香 多是出马弟子在看事时所上 三十六柱是全香 也是出马弟子看事时虚上 可是非常少用 除非是事上痕迹很严重 三 家里烧香香灭了一招 败到一半发现香吸了或是没点着 或许是许多人的共同经验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感到慌张 其实不妨换个角度想 如果把香视为电话 没点着或吸掉代表信号不好 那就重新点一次就好 不过在重新点之前 要先注意一件事 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是熄灭的香还在你手中 二是插到香炉才发现香熄灭了 上香的时候香断了 其实如果遇到上香的时候香断了的现象 没有必要觉得恐慌 你拜佛上香新城就行了 上香的时候香断了 再烧一支香 向佛祖表明情况就行了 上香的时候香断了是一种自然现象 现在不少香本身就有缺陷 上香的时候容易断 这也正常 四家里烧香香灭了怎么办 如果在插香之前就发现 那就直接走回点香处重点就好 如果是插到香炉内才发现 那就将纳烛香拔起来 跟神明说声抱歉 再将纳烛香和精纸一起放到精炉内化掉 因为有香不插第二次的说法 所以已经插入香炉内的香 当然也不能点着后再插第二次 有些人会认为香西调货没点着是熏照 其实不离如此惊慌 因为现象品质本来就有好有坏 保存过程中也有可能受潮 而导致现象难以点燃 或是点着后熄灭 这是几率不高 但必然会发生的事 以平常心看待即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谢谢大家